我爱你救助 天主 为你所有体验的乐旧 命的应该是真理 命的应该是真理 心如洗脑 尽这天 既爱舍舍之无息 尽量从一切光明 照白说去向天灵 主爱的弟兄姐妹 本集继续说明祈祷之路 有呼求圣神降临 圣母玛利亚的带导 两个主题 除非受圣神的感动 没有一个人能说 耶稣是主 每当教会向耶稣祈祷时 圣神总是先赐予恩宠 引导我们走上祈祷的道路 老师 圣神先赐予恩惠 并不断地教导教会纪念基督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向圣神祈祈祈祷 是的 正是基于此 教会邀请我们要每天呼求圣神的名 尤其是在重要的事情上 圣神与圣父及圣子 同受亲从 同受亲从 同享光荣 因此 教会也敬拜 送谢 亲从祂 一般而言 教会因着主耶稣基督呼求天父 赐给我们安慰之神 经常以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式 向圣神呼求 例如 五旬节日的对经和继续有 圣神请你降临 充满信有的心 在他们心中燃起上主的爱火 拜占庭里的五旬节完岛中 也以优美的诗词赞叹 呼求圣神 天上的君王 安慰之神 真理之神 无所不在 遍及万有 啊 你是那么的圣善 万善的宝库 生命之泉源 请降临在我们心中 进化我们 拯救我们 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祈祷途径 都是同一圣神 协同众人行动 圣神是基督徒的心灵导师 奥妙莫测的化工 在彼此的共融中 融合了信有的祈祷 成为教会的祈祷 天使报喜时 玛利亚以信的回应 以身忠贞的履行天父的旨意 基督是天主子 是天人之间的唯一中宝 是我们祈祷的道路 而玛利亚是天主的母亲 也是我们的母亲 她是这道路的标记 也把这唯一的道路 只是给她的子女 老师 可以解释圣母经的特殊含义吗 好的 万福玛利亚 是天主透过加比厄尔天使 向玛利亚至上最尊荣的问候和祝福 为此 教会才敢大胆地向玛利亚请安 并因天主的祝福在她身上 教会倍感喜乐而鼓舞欢心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这两句请安的话 有如两位知心好友 互诉情中 侃侃而谈 西雍女子 你应欢乐 以色列 你应欢呼 耶路撒冷女子 你应全心喜乐 因上主在你中间 索弗尼亚先知遇见 上主在你中间的喜乐图像 以及加比厄尔天使所宣布 上主与你同在的至高属容 已经圆满地在玛利亚身上呈现了 玛利亚就是西雍女子 节约之贵 上主光荣的住所 他是天主与人同在的账目 他充满圣宠 完全与住在他内的那一位融合 并且将上主传给普世万民 玛利亚在女人中蒙受祝福 是因为她相信了 上主传于她的话必要完成 因着信德 玛利亚成了基督的母亲 也是我们的母亲 地上外民都借着她 而获得天主的祝福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岂是我们把自己交托在她的祈祷中 协同她委身于天主的旨意 耶稣将她的母亲玛利亚 赐给我们做母亲 因而她不仅是天主之母 也是众生的母亲 为此我们能够将忧虑和祈求 托付给她 不断地向她呼求 天主圣母玛利亚 为我等其 我们持守对玛利亚的信赖 不断地将现在交付在她的手中 直到临终与死亡的时刻 因此教会向圣母祈祷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愿她在我们临终时陪伴我们 如同陪伴她的圣子同行苦路 直到在十字架之下 愿她在我们出死入生之时 有如母亲迎接新生的子女 引领我们到她圣子跟前 进驻天国 教会与中古世纪快速地发展了玫瑰经 成为普世信有最喜爱 与最常用的颂导经文 教会是由玛利亚的祈祷开始启动 而在妄德中与她连接在一起 并向她祈祷 因为当我们向她祈祷时 就是和她一起参与 基督的玉岳奥基和救恩功程 教会以圣神作为护佑 求天主之母代祷 这祈祷聚焦在耶稣基督 一生的玉岳奥基上 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 与圣神的合作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教会仰慕玛利亚 并且喜爱与她共同祈祷 送养上主在悲女身上所行的大事 并且将天主子女的恳求 和赞颂托付给耶稣的母亲 本集的教理就共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